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剧的状态就是坐在电脑前 两只眼睛蹬出血 编剧在那个感到状态里边 每个人跟你打招呼时 你都觉得他是在催崗 这是编剧的一种宿命 新推荐直击片场 特别策划光影幕后 自主堆心 必须马上提到日程上来 研发出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 自主百万千万级的核电盘 创作者他必须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要给观众一些 什么样的精神粮食 对爸爸这一代核工业人来讲 核工业人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会做好准备 跟你并肩作战 什么样 我必须看我啊 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 所以研究这件事情 自主研发核电站这事太难了 它有内部的环境 有外部的环境 有科研人员自己的那个 纠结 矛盾 他自己还有家庭 有个性能处进来一样 把我的医生都行不合适 最难的就是想人物 人物的起点和人物的结局 第一场戏怎么起 第一句台词怎么写 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是 其实才是平静 整个故事从叶家明起 他是第二代核电人 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193的方案是您提出来的 是 我不同 177 我坚持我的177 我们就应该拥有 自主产权的长远思维 这才是我们战略的 自主的核心价格 敢惊天动地市 做隐形的名人 他真的希望中国 有一座自己的核电站 这是他的开始 所以说最后的落点也是 叶家明领着自己的孙女 孙女可能问爷爷说 哪个是你和爸爸做的 然后叶家明说 这个是很多个爸爸 很多个妈妈 一起参与制造的 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 靠人物来去驱动这个故事 比如建造华龙的时候 它最核心的几块是什么 设计 采购 建造 商业 商业 大概这几块 所以说按这几块 来去做了人物 有设计的科研人员 有采购的人员 有上运之后的 孟小薇这个操纵员 我张导对于创作的观念 其实是非常统一的 就是人物 人物的情感脉络 肯定也有分歧 因为我会陷入到 那个专业线里 就是科学科研这些 就像一个人掉进水里 他最要让人拽你一下 张大就会拽我一下 就拽回到人物情感上来 我们所有人这一段照片 可能到这里都是高速的 然后女儿都看大家 到这里跪着 到爸爸家庭里有四个人 好了 导演做的最大一条线的修改 可能是林天成这条故事线 林天成这个人 线条其实没那么清晰 他的弱点一直都找不到 这个时候其实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就是创作剧本可能就是在这儿 和导演创作剧本 就是他有种未知性 他看似每条路都可以走 其实是区卫性最强的 最有意思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批设备检查好 特别是数据 必须是1.265招牌 从第一座秦山核电站 一直到百万几千瓦核电站 就滑了一号 几个立场 靠这个来去穿起来 首先大家 这颗敬畏的心要勇 然后来面对 带有敬畏感的综合工业 我宣布 华人一号 并放成功 好 华人一号建场的时候 我的感觉国家是强大起来了 觉得写这样的戏 可能会更有意义 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吧 比如年轻观众看到这些人 在为一座核电站奋斗的时候 让他们可能会产生一些思考 这三十一月 晚些人 会计划